糖尿病的人適合做168嗎 168那個16 只是叫你不要吃有糖分的東西而已 好不好 為什麼這集受到大家的青睞就知道 大家有多愛減肥 好不好 如果你有收看我們今天的影集 裡面有一些特別很多人問到問題 今天就要來一一的來回答喔 第62集 那時候我講 冬天很多人都去泡湯 小心血壓失控會中風 這原因大家都知道 去泡湯的時候會怎樣 很熱 很熱會怎樣 血管就會擴張 一旦擴張的時候 血液跑到哪裡 就是跑到四肢啊 跑到四肢哪裡就少了 不知道 就少了嘛 所以如果突然去泡湯 血壓突然間擴張 對於一些平常可能年紀比較大 血管調控能力比較大 可能就因為腦子就缺血 就中風了 那有的乳癌病患就問我 因為大家都知道 乳癌病患可能會裝一個人工血管 埋在你的皮下 以後你打化療的時候都從這邊打 有病患就問我說 他剛拆除人工血管 恭喜啦 代表你的治療已經到一段落了 可以去泡湯嗎 我就想問你為什麼不能泡湯 剛縫完傷口不是叫你說 幾天不要碰到水嗎 否則乾燥嗎 你就把它當作你跌倒 縫起來的一個傷口 當然不會叫你馬上去碰到水 但如果你一定要去泡湯 你就貼一下隔熱的 拆除人工血管這個動作 一點點是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危險 跟泡湯也沒有關係 只是有傷口才剛剛好 才剛剛縫起來 本來就不適合泡湯 但是絕對跟人工血管 一點關係都沒有好不好 之前還有第97集有在講 長期鼻塞好不了 小心鼻咽癌徵兆 那時候跟哥哥講 鼻咽癌在哪裡 前面是鼻子嘛 這邊是口咽嘛 上面中間這一段 裡面也就叫做鼻咽嘛 那幾網友在留一個 很好笑的問題在底下 他說 他只要吃飽飯就鼻塞 為什麼 有一個人鼻塞是為什麼 是因為他鼻咽膜腫脹 腫脹之後這個管徑自然就會變得小了 你當然可能就會比塞啊 那你為什麼吃飯會造成鼻咽膜腫脹 那有幾個嘛 你可能吃很辛辣的食物 造成鼻咽膜的刺激 他可能就塞了 吃比較燙的東西 大家知道熱脹冷縮嘛 有其他東西過去了 當然這邊鼻咽膜 可能也會稍微的脹起來 就產生比賽了 所以如果你有這個困擾 我給你兩個建議 一個就是可能食物不要吃太燙 另外一個食物 可能就稍微吃清淡一點點 另外第95集得到很大的迴響 就是168斷食不只減重 還能降血壓 另外讓你的腸道更健康 為什麼這集受到大家的親愛 就知道大家有多愛減肥了 好不好 底下就有幾個問題在問 他說糖尿病的人適合做168嗎 我就想問各位 你空腹的時候血糖好控制嗎 空腹這麼久 有點難 因為空腹的時候 本來血糖就會慢慢掉 你糖尿病的人 又有再吃一些降血糖的醫藥 要做168 我個人覺得真的是有一定的難度 你的血糖可能會很難控制 我是沒有那麼的建議 第二個 餵食到逆牛的人適合做嗎 我先問各位 當然餵食到逆牛的原因有很多 其中一個原因是什麼 突然吃下去很多的東西 造成你的胃很脹 來不及下去就自然往上跑 今天如果你做168斷食法的時候 其實你空腹的時間是16個小時 那16小時 為什麼餵食到逆牛 好像還好吧 反而是那些比如說有蛇脂肪潰瘍的人 因為那時候空腹 你胃酸濃度就高高的 因為沒有東西去綜合 他在空腹那16小時 可能會覺得胃不舒服 所以基本上我不覺得168跟胃食上有什麼關係 除非那個8小時你可以吃東西的時候 你吃得很趕 你暴復性飲食 那就有可能好不好 還有人問我說 哇 我這個藥上面寫一顆TID 什麼意思 就是一天吃三次 然後寫飯後 怎麼辦 我沒有吃三餐 那我怎麼辦 或者是那個藥跟藥之間 可能要間隔4小時5小時 你先去看看 你先去請教你的醫生 為什麼 因為為什麼我們有些藥物叫你飯後吃 是因為怕空腹吃對你的胃刺激太大 所以希望你先墊一點點的底 然後這樣子吃藥比較不會難受 第二個是你空腹吃的時候 胃酸的強度是比較高的 有些藥物它上面可能沒有包膜 或是它直接這樣子 它在胃酸底下可能的 那個效果就不是很好 不管是藥效還是吸收率可能就會變差 很多的時候 並不是一定要飯後吃 雖然我們寫飯後吃 但是它不是一定的 如果是那一種的話 你當然還是可以執行168 168那個16 只是叫你 不要吃有糖分的東西而已 好不好 所以你只是吃藥 當然是沒有問題 因為又沒有熱量 吃藥又不會飽 吃藥又沒辦法生血糖 所以吃藥是沒有問題的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超級多人問 他說168 有16種的不吃東西 那我們之前不是跟各位講過 不吃早餐好像比較容易膽結實 那我常期執行168 我是不是容易膽結實 好 這個問題超級大災問 我們肝臟分泌膽汁之後 全部都儲存在你的膽囊裡面 那如果你不吃東西 膽囊就不收縮 然後一吃東西膽囊就會收縮 啪啦啪啦啪 膽汁就會流下來 所以基本上 當你長期不吃東西的時候 你的膽囊就是一直漲著 而且也不收縮 禁止流動的水 東西會不會沉下來 因為它都這樣子 它都不動 會不會沉下來 理論上是的 所以如果今天你去查我們的教科書膽結實的一個危險因子 就會講長期的禁食 是有寫在我們的教科書裡面的 但是我們實際上去看那個現實的社會在做的時候 好像又沒有相差這麼多 所以基本上如果說你的膽很健康 然後你去執行168 我個人認為也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但是如果你已經有膽結實了 你去做這件事情 嘿嘿我就不知道了 可能要稍微小心一點點 僵僵一件事 關心健康所有事